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家隆 Simon Wu 我是胡線文 Jonathan Wu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個星期的 《投資理財天定》 Simon 你上個星期 開始跟大家分享 關乎自管退休金 Self-Man Super Fund的投資策略 以及這個策略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投資策略 Investment Strategy 在自管退休金的要求 一直都在 但是為什麼最近變得這麼重要呢 其實呢 它又很簡單 就是在過去幾年裏面 第一 有很多投訴 第二 有很多自管退休金也出事 第三 政府開始調查 然後調查發覺出來 是有少少出人意表的結果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方面的調查報告 以及政府現在是有什麼行動 大家是必須要留意的 Simon 到你了 今個星期就多了很多圖表跟大家分享 沒錯 今個星期就把調查報告 拿了一些圖表式給大家看看 大家也要留心看看 因為圖表裡面有很多資料 第一個就是左邊的圖表 第一個就是左邊的圖表 左邊的圖表大家留心看看 就是 講一個訊息給大家聽 大家看看 紅色的圖表是指管退休金 建立的時候是超過五年以上 而藍色最左邊的圖表是低於兩年 中間兩條是兩至三年 四至五年 在右邊的圖表也是年期的問題 在這麼多年 講回報率 就是每一年由於市場不同 有一年是高一點 有一年低一點 這是正常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左邊的圖表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當那個資管退休金 時間建立得越長 不管它大還是小 時間建立得越長 回報率就越高 這個跟骨關不關乎經驗的問題 時間越長回報率越高 時間越短回報率越低 不管你裡面的尺寸多少 大家再看看右邊的圖表 右邊的圖表 其實就是講自管退休金的支出 在這圖表裡面 就看到另一個訊息 你原來發覺原來 紅色的圖表記住是時間最長的 當自管退休金的時間越長 竟然那個自管退休金的費用就越低 這個不關你那個尺寸的事 記住 就是只是講你時間長一點 那個費用會低一點 時間短一點的費用會高一點 為什麼呢 也是關乎自管退休金的經驗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Simon 你剛才解釋了 時間性就有關係 不過錢多或者錢少 有沒有關係 其實錢多和錢少的關係很重要 那我又給大家看看調查裡面 兩幅圖 大家看看 那就是 D-bar的時間 那些顏色 都是代表時間 但是下面你看到 就是 看左邊的圖先 就是你看到 是由自管退休金少過五萬元 甚至另外 就是再右邊的 都是左圖 就是多過兩百萬的自管退休金 記住 我們公司就是永遠都認為 我們自己就認為 你少過一百萬 都不應該做自管退休金 因為成本太貴 做得正確的話成本太貴 這個結果大家也看到了 再看看左邊的圖 這幅圖就告訴你 超過二百萬的回報率 是比小尺寸的自管退休金 是高很多的 超過二百萬 差不多是任何時間 都是比你 譬如說得五萬至十萬 十萬至二十萬 這些是基本上沒有錢賺的 那偏偏就是有人去做 十幾二十萬 甚至乎低於十萬的做自管退休金 是完全是錯誤的一個決定 好了 再看右邊的圖 是講支出 你見到支出 就是 小過 不要說什麼 小過是五十萬以下的自管退休金 你的支出的成本都很高 尤其是低於五十千的 即是五萬元的那些 成本高度可以去到14% 但是 再看同一幅圖 你看到超過二百萬 或者超過一百萬的自管退休金 的費用就低了很多 很簡單 我們是叫做 是Fixed Cost 這些要固定的成本 你的尺寸越大 你的費用就會跌得很緊要 所以這個亦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亦是令到我們說 低於一百萬的退休金 根本就不應該做自管退休金 在2019年 我們見到稅局 就開始調查自管退休金 那哪種呢 就是用自管退休金去借錢去賣樓 為甚麼呢 這一點就是大家一定要關注的問題 若你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要注意一下 為甚麼呢 就是稅局做了一個調查 就發覺有些少許驚人的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 我要將圖表給大家看看 在這個圖表裏 大家看到最左邊那一行 就是說自管退休金的尺寸 由一元到五萬 然後去到超過一千萬 中間那個就是說借錢的集中的情況 最右邊那一頓 就說在所有這筆 就是這個尺寸的退休金裏面 有多少的比例是借錢買樓 大家看到很集中在哪裏呢 在二十萬至五十萬 五十萬至一百萬裏面 基本上借錢去買樓的 自管退休金佔了七成三 如果你再加上一百至二十萬 差不多被他們佔了 就是88% 很有錢的自管退休金 五百萬至一千萬一千萬以上那些 其實這些所謂的 我最資深最聰明的錢 我們叫聰明錢 其實很少的 他們只有1%或者2% 那說什麼給我們聽呢 就是原來你若是那個自管退休金 只有二十至五十萬 一大部人只是買一塊東西 就是買一個物業 借了錢去買一個物業 亦都出事 亦都是這一批人 那為什麼就是說 稅局說你若有投資策略的話 你都沒有做到分散投資的要求 而你那個理據的理由是什麼呢 然後再查一查 投資策略都沒有說呢 都沒有解釋到這件事 以及那個投資的裏面的真正的做法 完全是兩馬事 那稅局就開始要去拿正來做 而政府亦都發覺到 在2013年 那個自管退休金 是借了錢去買資產 只有1.9% 而去到2018年 已經飆到5.2% 而大約裡面借了錢去買東西 95%都去買一棟樓 或者買一層樓 而令到政府最吃驚的是什麼呢 就借了錢去買物業的自管退休金 不是很多資產的 而是只有20萬至50萬 或者50萬到100萬 這一批的自管退休金 那其實呢 就會令到這一批退休金 可能會出現很多不想得到的負面的情況 那麼我們澳洲的ASIC或者證監署 就近來都發現到多一個問題 那麼他們就寫了一個報告叫做575 這是什麼回事呢 這個關乎就是給投資建議的問題 因為證監署就專門調查理財司 或者會計師給自管退休金的朋友 客戶 政府發現到原來所有給自管退休金的advice 就是那個法律上的建議 所以51%都是去做一個是有限度追溯權的 就是limited recourse boring arrangement的 這一種借貸 51%都是說這件事 但是最得人驚的一件事呢 就是政府發覺到 這一批建議裡邊 91%我講的是九成以上的投資建議 都是沒有符合到政府規定的 要為客人爭取最大的利益的法律要求 這件事就是證監署很可能會調查理財司 或者會計師的 那麼大家電視機面前的朋友也要留意這一方面 那COVID-19的疫情有沒有影響到他們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來的 而COVID-19就正正是令到這些自管退休金 只是買一個單一的物業的時候 產生很多問題 COVID-19的情況之後 政府說租客是有困難不給 不交租的話你不可以趕他走 亦都不可以逼他交租 如果他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是沒有收入的 而你若果那個自管退休金是得這一塊物業 不要忘記 自管退休金沒有說 因為COVID-19你不用給核數施費用 不需要給稅 而在Pension Phase的時候 不需要給Pension 那若果你是那個現金流 因為不給租的時候 而發生問題的話 你整個自管退休金都犯了這些規 那你犯了規 可能會被政府罰百分之四十七個百分之稅 那這個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問題 而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 就是2019年的時候 政府已經出了一萬八千封信給自管退休金 而發這一批信 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自管退休金裡面 90%以上的資產都是一塊物業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也都是借了錢 是用limited recourse 那個boring arrangement 去借這一筆錢 去買這一塊物業 那政府去調查這一批 或一萬八千個自管退休金 是要目標就是看看 你那個 投資策略有沒有做得對 就是上一集和這一集開頭 我們講投資策略 investment strategy 有沒有做得對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會開始留意一下 還有就是回顧一下自己的投資策略 到底有沒有符合到 我們這兩集所講的要求 跟大家講一下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 我們經常聽見澳洲政府跟我們說 失業率是七點幾 或者六點幾 我們以為都OK 一百個人只有六個七個 其實數據你參與了成二就可以了 理由是什麼呢 就業不足率的意思就是 就算你回一日工 你也不算失業的 就算你說我失業了很久 我不去找工作 我又不算失業的 若把那些數據加起來 那數據很厲害 在這個疫情之下 大家有見到就是 這兩條線很簡單 一條線就是美國 一條線就是澳洲 紅色線就是美國 其實美國的回落波幅 比澳洲大很多 但是今次跌下來的時候 就是開始疫情受到控制了 有疫苗 有分配疫苗的情況出現 你看到就業不足率加上 雜失業率在美國跌得快 比澳洲 澳洲為何跌得慢些 大家都不知道 但到今天為止 這兩個數據加起來 澳洲不夠工作的情況 還是高達15% 大家留意一下 看這個數據 就知道澳洲經濟 或者全世界經濟 是去到什麼情況 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一時間 和大家再見 拜拜